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凌花不认识看青子的尴尬场面 两方交流都断断续续 不知道该怎么圆场 随后看青子还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正见照介绍自己 不过说这是因为两人领域不同 毕竟凌花主要是做歌手 但是看青子是演员 那么在50公里桃花屋中 宋丹丹不认识张翰 又让观众更为意外了 毕竟在观众眼中 张翰虽然不是实力派 但也不至于这么无名 何况两人还都是演员型的 到了唐探探探案中 这次就是全员不认识 各种混乱 这档节目其实找的演员知名度都不错 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 基本都算得上是一二线了 所以几个人见面 也没有出现交不出名字的情况 但在后面的任务环节 这种不熟悉就特别明显 几个人本来是讨论演谁的代表作 结果孙洪雷突然说 自己可以演黄子涛在 《家有儿女》中的角色 被点中名字的黄子涛 直接笑倒在桌子上 那应赶紧和黄确认是真的演过吗 孙洪雷还很确定的说当然演过 并且称黄子涛是童星 一边的杀意也看着不对 然后赶紧圆场 说是你记错了 那么是张一山演的 孙洪雷便改口说 自己知道张一山 他的演技很好 接着又问他演的是什么角色 导演梧桐直接接话说 对方演的是杨子的男朋友 杨子在一边赶紧否认 说对方演的是自己弟弟 从没有演过自己男朋友 听了一圈的那应恍然大悟 才意识到就在自己身边的杨子眼过下雪 本来不知道的他 这才将这些联系在一起 可能是意识到这段不能再继续了 因为继续下去 就是互相不了解的局面了 几个嘉宾只好说着 这是错乱之类的话 这也使得网友们有了一个疑问 那就是几位嘉宾之间 就完全的不了解 其他人的代表作吗 特别是加油儿女播出次数很多 那些年只要打开电视 就能够看到的节目 或许这部作品面对的是 更为年轻的群体 经中年的艺人们没有接触 但是综艺中总是不能辨认对方 以及代表作 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吗 相信在参与综艺节目之前 各位艺人都知道和自己参加综艺的 还有哪些成员 如果能够提前看看他人的资料 比如说以往的作品以及年龄 算是稍微做一做功课 这样再见面就好很多了 各位艺人虽然名气有大有小 作品也有多有少 但是见面不认识 或者是见面不熟悉 总会让对方觉得是名气不足 怎么说都不那么合适 综艺的魅力不只是在节目之中 有时候也在节目之外 艺人的谈吐交流同样重要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